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现在天气渐渐暖和了 百合呢,也长了有半尺高了 当然了 害虫也随之出现 你看到吗? 红百合甲虫 这是专门吃百合的一种害虫 每年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现 因为这个季节呢,是 这种甲虫的繁殖季节 经常你可以看到是成双成对的 这个季节呢 同时也是除掉这种红百合甲虫的最佳时机 通常在两周内 只要你把它们捉干净 就不会再有了 但是,假如你这两周没有动手的话呢 你的百合就没办法看了 你看这个叶子呢 就是被红百合甲虫吃掉的叶子 它们吃得非常快 一两天你的百合呢,就千仓百孔 我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呢 有做过一个关于红百合甲虫的 说的很详细 你点一下右上角呢 可以看到我的去年的视频 我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提醒 假如你也有种百合的话呢 现在是除虫的最佳时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